那年真好,我們就去跟他想說 過去有保產和經濟 現在當時在修學的時候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古產裡面有寒種到絕草 這個絕草,因為他很會,我們可以看到他沒有保護的經濟 我們就知道,過了後 絕草有很多,會一貴 那就是來生,會一貴 那些草種也會噴起來 看到他在收穫 那處是過期生保 過期生,人家所做的這個保 帶來在這生鄉修 那草保才善藥修 草保,他現在現在就是過期的草藥賺 所以我們現在看他 就是當地在收穫真相熟的時 這是過期生,現在保 所以現在,幽處六個 我們要知道 那麼,大家要一起收穫了 因果呢,這是分明的 有一個故事 這是五毛錢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台六年 台六年,有一個家庭 年輕人要出去做工作 一個孫子 等給阿嬤 阿公吃,但是呢 這個孫子,像小人 一直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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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一直打拼 阿嬤就做一個夢 人家說 看到這枝梨 那枝梨 拼一台車 那枝梨 這樣拼得滑滑滑的東西 這樣拼不下去 拼得平平穿 阿嬤走到這枝梨子的頭前過了 這枝梨子好像就翻過頭來說 說你還欺負我的五角形 這樣呢 他正式起來了 正式起來 看到他的孫子 這樣 好像又在那枝梨子 但是阿嬤就跟他講 阿嬤,你讓我一個小孩 小孩 阿嬤就想說 好啦,這個可能在那枝梨子 趕快我來去買 處理到外面 他們的家旁邊就跟他講 你要做什麼 他說我想要來買一個小孩 他說 你竟然要照顧我 帶你來去買 趕快就去買回來 買回來 這枝梨子 陪在這個小孩的手臨 這個小孩這樣 寒潮開回來 這個阿嬤呢 好看就孫子已經起來了 阿公啊 這枝梨子 想到 我剛才這枝梨子 就問他 找他 帶他去買走 他說 你給我買這個走 多少錢 他說 有毛錢啊 原來是這樣 連五角人討不夠 就不輕走 我的財產都已經用去了 他用去那些梨子的車頂了 那 差五角人呢 他就不走 各位 壓力啊 這個步 差一點啊 人家討不夠就不可以 所以啊 還是呢 好陰好遠 請大家 請大家 要用 客心好氣 要好笑 在心情 來修行 請大家 思思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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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